对于人类来说,目前最应该关注的一颗星球还是火星,就因为火星与我们的距离是最近的,哪怕人类在发现很多是和地球人类居住的星球又如何呢? 因为距离的原因,人类只能远远的看着,想要一居的梦想也只能暂时搁浅,但留给地球的时间不多了。 所以人类迫切的,就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,移民到另一颗星球上,毫无疑问,火星一直都是最好的选择,因为火星跟地球环境非常的相似,不过火星也有很多致命的缺点。 比如没有温室效应,在火星上生活,不是被冻死,就是被血管沸腾爆开而死。 目前的火星确实不适合人类移民,但是经过科学家改造过后的地球也许就完全不一样了。 美国的科学家就一直在实验室模拟着火星改造实验,他们就准备要实施一个计划,就是将原子弹投入到火上去,依次来改造火星上的生态环境。 一旦计划成功,人类就有可能移民火星了,而火星也将由一颗死机的星球起死回生过来。 具体我们来看一看,美国的原子弹也不是随意往火星上投的。 它们早已想好的目标位置,那就是火星的多个火山口。 地球上最早期的生物,就是从火山口出现的,而火山口和海洋,对于孕育、万物来说,都是最好的游览。 一旦火星火山爆炸了,就会产生非常多的气体。 这其中就包括了温室效应,最需要的二氧化碳气体以及水蒸气等等。 倘若地球上能形成温室效应的话,火星的大气层也会慢慢的加号,火星就能锁住温度了,那就是一颗有温度的星球了。 假以时遇到了人体是一居住的星球,就不用穿着厚厚的宇航服了。 其次,除了攻击火山之外,还可以将原子弹投入到火星的两极栏。 这里的二氧化碳气体早就已经形成了干冰,原子弹会破坏二氧化碳干冰的状态,一样能够补充火星大气层的厚度。 这样火星上就会慢慢形成一套新的生态环境系统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